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年来各种AI相关媒体特别喜欢加在标题里的一句话就是 AI又又又进化了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真正实现自我进化的AI技术 遗传算法 我最早出于兴趣接触人工智能领域大约是在0405年前后 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教材 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在内容编排上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 无非就是状态空间搜索 知识表示 为此推理 规划求解 专家系统和仿生算法 那个年代的人工智能教材 我手头上有几十本 搞不清谁借鉴谁 反正大差不差全都是这个套路 而其中仿生算法的部分 除了现在广为人知的神经网络外 肯定还会同时介绍另一个算法 也就是遗传算法 那么这个当年能与神经网络比键的神奇算法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它与神经网络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为什么在深度学习星级后 它就开始逐步走向没落 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度复兴 这一期就来聊聊它的故事 遗传算法 顾名思义是从生物的遗传机制获取灵感的 众所周知 生物会一代代的繁衍 并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后代 在这个过程中 适应环境的个体更容易生存并繁殖 把优良的基因传下去 而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则会被淘汰 这就是最早由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 遗传算法正是借鉴了这个原理 也就是说 针对任意一个问题存在无数种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把每个解决方案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每个个体的特征都可以用一组参数来描述 这些参数可以被视为这个个体的基因 当有了第一批初始化的个体后 就可以基于待解决的目标问题 让所有个体来一场PK 如此一来表现好的 或者说适应度高的个体就得以存活 适应度低的个体就被淘汰掉 从而提高了初代种群的整体质量 但问题是 这个初代种群本就是随机产生 就算拿了第一的个体 也无非是矮字里拔将军而已 于是遗传算法的精髓部分来了 我们允许优良个体之间进行交配 把他们的优质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这个步骤就叫做交叉 也就是将选中的个体进行配对 交换部分基因来产生新的后代 交叉这一步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比较常见的有单点交叉 两点交叉 以及均匀交叉等等 而且除了交叉之外 还有两种将单体基因带到下一代的方式 一种是突变 也就是对部分后代的基因进行小幅度随机改动 给种群带来多样性和新的可能性 还有一种是克隆 也就是将这一代培养出来的精英 直接保送到下一代 总之 不管使用什么方式 我们都获取到了第二代种群 然后再让第二代种群的个体再次进行PK 就这样 不断重复进行PK 筛选 交配 再PK 再筛选 再交配 理论上 总群就会不断得到优化 我们就可以从中选拔出最强个体 而这个个体也正是目标问题的近似最优解 这种看似简单的算法 在上个世纪末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了顶峰 当时各个领域的优化问题 全都可以往遗传算法上套 例如 在企业管理中 它被用来优化复杂的日程安排问题 帮助企业找到最有效的会议和工作分配方案 以提高员工效率并减少时间滥费 生物学用它进行药物开发 尤其是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领域 找到最能与目标蛋白质有效结合的分子 从而加速新药的开发过程并提高治疗效果 工业领域用它来优化飞机的机翼设计 通过模拟成千上万种可能的机翼形状 找到最佳的设计来减少风阻和燃料消耗 再比如游戏设计 开发者可以用它来优化NPC的行为模式 提高游戏的沉浸感和可玩性 如果光靠我之前的描述 你还是get不到遗传算法 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 不要紧 网上有不少在线的实力演示 可以帮助你直观理解 比如这个 无人越野3D车模拟 每辆车的基因由车型 前后轮尺寸 前后轮位置 轮子密度 底盘密度构成 可以看到总群的表现 从整体趋势来看 是向好发展的 如果为了提高车体设计的泛用性 还可以把地形改为每轮随机变化 此外 还可以调整突变率和静音体克隆数量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随意试试 链接我放到了视频描述里 再比如这个双足行走进化模拟 每个个体的基因 不仅决定了它的行走表现 也会反映到它的名字中 所以来自同一个家族的个体 会有差不多的表现观感 如此一来 经过100多人进化后 你就可以在记录保持者的名单里发现 影响双足行走的关键基因 要讨论遗传算法为什么没落 就有必要了解神经网络为什么崛起 神经网络的崛起简单来说 是依托于深度学习的发展 而深度学习说白了 就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结构的神经网络 基础的神经原模型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被提出来了 大量叠加隐藏层这么简单的是 你真以为长达半个多世纪谁都想不到吗 既然想到了为什么不佳 是因为不喜欢吗 当然不是 想佳但是算力跟不上 直到2009年吴恩达才证明了GPU可以显著加速深度网络的训练速度 增长幅度可以达到几十上百倍 同时这也让老黄看到了新的商机 在加算力这条路上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10年GPU性能足足提升了1000倍 除了算力之外 数据量的增加也是一大因素 深度学习本质上就是数据驱动的算法 需要大量的数据用于训练才能发挥出强大的性能 伴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普及和发展 使得可用于训练的数据量急剧增加 这也为深度学习的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 而随着算力和数据资源的集中 海量的资金和研究资源也开始逐步向深度学习领域倾 带动了理论突破和算法改良 并进一步促成了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热潮 而与此相对 算力的增长和数据量的增加对遗传算法来说有用吗 GPU之所以能显著提升深度网络的训练速度 根本原因就在于 它可以同时进行海量的矩身计算 而遗传算法的主要计算负担在于适应度的评估 根本就没法通过GPU来受益 另一方面 遗传算法压根就不是数据驱动的算法 它主要靠随即采样加启发式搜索来实现优化 很难从海量的数据增长中受益 所以在深度学习时代开启之前 它还能和神经网络并驾齐驱 而在深度学习崛起之后 资金不投入 学界不关注 必然是逐步走向没落 那是不是说深度学习 就是遗传算法的完全替代品呢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 遗传算法和深度学习相比的种种劣势 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未尝不是一种优势 首先和神经网络不同的是 遗传算法不需要问题可危 它也不依赖于梯度信息 对于一些你很难用数学表达式来定义并求导的问题 也就是所谓的黑箱优化问题 遗传算法是特别适用的 其次 虽然遗传算法的运算过程看起来效率很低 但和神经网络的优化过程相比 它的进化过程相对来说更直观 也更易于理解 人类光是通过简单观察 就能大体把握种群优化的整体趋势 与深度学习相比 解释性和可控性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再就是 深度学习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 主要是对大量投位数据进行拟合 而遗传算法即便在没有大规模数据资源的情况下 如果把交叉突变等参数控制好的话 它也是有可能发现一些人类未曾想到过的设计方案的 这可以视为AI创造力的体现 特别是一些多目标的组合优化问题 遗传算法还是非常适合的 另外也有过不少研究尝试将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结合起来 比如Neuro Evolution 也就是进化神经网络领域 它使用遗传算法来优化网络结构 以及用于微调神经网络的权重和操仓 这种方法可以自动发现解决问题的最优网络架构 让他们自己进化出最适合解决问题的结构和能力 从而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的来说 遗传算法作为一种借鉴生物进化理论的优化算法 曾经辉煌一时 也因为深度学习的崛起而逐步走向没落 但即使没落 它在某些方面独有的特质 依旧让它在处理某些特定问题时 显示出独一无二的价值 我一向认为 了解不同的技术和方法 以及它们在不同情景下的表现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合适的工具来解决特定的问题 无论是遗传算法还是深度学习 究竟该用哪个说到底还是要基于问题的具体需求和实际应用的成效 此外 关于遗传算法和深度学习如何更好的结合 实现技术互补 我觉得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或许不少朋友认为 遗传算法早已不适合这个深度学习散据主流的新时代了 但是不断进化 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不也正是遗传算法本身的核心精神吗 或许有一天 遗传算法终会找到新的出路 以适应这个巨变的AI时代 这里是关于智能科技 感谢您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